欢迎捧场照理说事 通过回答节目后台的留言 我发现很多朋友认为 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完全右倾化了 甚至还有很多人认为 今天的日本社会已经全面军国主义化了 对于说日本社会的右倾化 我完全同意 当然这个右倾化 跟大家印象中的那些跑到靖国神社 去举着军旗游行的极右翼分子 完全是两码事 这个问题我会专门做一期节目给大家聊聊 但是如果您认为 今天的日本社会已经全面军国主义化了 甚至要说日本人准备重走侵略老路 这个观点我就不认同了 因为这跟事实情况完全不符 仅仅是某些从来没有到过日本 对日本的了解仅仅限于 抗日神剧的人们的凭空想象 我知道这么说肯定有很多人骂我 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节目 我不能为了迎合某些人的错误观念 为了迎合某些人的喜好 就不负责任的说假话 欺骗大家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件事 相信能对大家全面客观的认识 今天的日本社会有所帮助 在任何一个国家 升国旗唱国歌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我们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 每周一都会举行例行的升国旗仪式 每个人都要唱国歌 为什么说这件事太平常呢 因为我们作为中国人 向祖国的国旗表达敬意 通过国歌抒发自己的爱国热情 是理所当然的事 相信如果有谁对这个还抱有疑问 一定是个精神病患者 一定不是个正常人 但是在日本 升国旗唱国歌这件事 却是一个能引起全社会争议的话题 前几年 有一件事在日本媒体中被持续热议 这几位日本大阪的教师 拒绝在学校的毕业典礼上起立 拒绝唱国歌 不仅如此 他们还对自己的学生讲 你们的内心是自由的 如果不想唱君之代就可以不唱 本来很严肃的毕业典礼 本来打算抒发一下爱国热情 结果被这几位老师给搞得很悲剧 一共160名毕业生 除了一位起立唱国歌 其他的159位都拒绝起立 拒绝唱国歌 结果校方以违反相关教育管理条例的理由 给了这几位教师书面警告处分 但是这几位教师不服气 把校方告上了法庭 要求撤销处分 最终结果是大阪地方法院 不予受理给予驳回 虽然这几位教师败诉了 但是这件事却把一直存在的 关于是否强制要求学校升国旗 唱国歌这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再次给翻了出来 咱们都知道 这个日本的太阳旗 日本的官方称呼叫日章旗 中国人俗称高耀旗 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才确定下来的国旗 而日本那个像哀乐一样的国歌 君之代 本来是日本的一首和歌 也就是在明治维新之后 被一个英国人给谱了曲 后来做了国歌 到底像不像哀乐 我们把君之代放到了公众话照例说事里面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复君之代三个字 放给大家听一听 但是无论是太阳旗还是君之代 都从来被没有被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 后来随着二战日本战败 盟军开始清除社会中的军国主义思想 虽然不彻底 但是还是做了很多清除工作 其中一段时间 这个太阳旗就被美军认为是军国主义的代表 被禁止悬挂 一直到了1949年才被允许重新悬挂 但是在很多改革派和自由派人士的心目中 这个日章旗和薰之代的国歌 是旧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 一直非常抵触 本来在日本经济高速腾飞的那段时间 全民都忙着赚钱搞经济 也没有人注意国俄国旗的事 一直到了90年代 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 人们的自信心一下子又跌入了谷底 从这个时候开始 日本又进化思想就开始在全社会范围内抬头了 最简单最直接的原因 就是人们需要一种寄托 经济不行了 事情一下子变得很低落 怎么办呢 人们总要有一个笨头 日本政府就想把人们的注意力 转移到爱国主义上来 要提振国民的事情 所以在1996年 日本政府就通过了一项法令 要求所有的公立学校都必须升国旗唱国歌 但是因为国旗跟那段军国主义历史之间的联系太深了 很多的教育界人士就非常抵触 所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虽然在1999年 日本就正式的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日章旗和军制带国旗和国歌的地位 但是全日本各种各样的抵触升国旗唱国歌的事屡见不鲜 甚至不断的到法院去起诉 甚至还曾经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 面对学校师生的强烈抵触 甚至在前些年还出现过 家在政府和师生之间两头为难 两头不是人的中学校长自杀身亡的事 因为国旗和国歌的事在日本社会闹得太厉害了 以至于日本现在的名人天皇还专门出来表态 说对于升国旗唱国歌 希望不要采取强制手段 要尊重大家的自由 时至今日 在不少日本公立学校 我们能看到的还只有是师生高唱校歌升校旗 而看不到升国旗唱国歌的景象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些事 都是在真实的日本真实存在的事 到底能说明什么 希望大家能够自己思考一下 而不是人云亦云